第一次參選二郎官的議員 這件案件就被對手,當時的對手,拿出來做不實的文選,來把鎮戶掛握 在最后二郎一六年,我們的地檢宿、檢訪,以認定、不構成相關的俗情和序行,也不親善共有的總共集合,以不欺所來作為最后的出分 在我們這次選舉,由高紀錄對手,拿來作為選舉的幹部,我覺得很可笑,也很違衡 今天來提告,最主要,第一是要捍衛我主身的請別,另外一方面是要保護到國民黨應該是要停止這種,不欲的選舉方式 不欲的選舉方式,在選舉的過程裡面,經常是讓民眾非常抑制,希望說應該是要趕緊回歸到正常的選舉模式 提出到相關,對於伊朗官,人民的政見,可以讓民眾更好、更安全的生活環境,這是重點 要補充一下,事實上這一件,這個事件,曾經有一個,我們依然很有名的,岩山鄉民,林信鄉民 他在104年的時候,就已經有提出告發 他那時候是檢舉,那個獲險人,陳慶宜,他是檢舉他,涉及到公務侵占,以及涉嫌違反的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有財務 到最後經過檢察官的偵查,終結了以後,認定被告起得,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他起得這個所謂的楊桃館,他完全是合法的,並沒有涉及任務不法 最後的話,是做,對那個陳慶宜先生做不起訴處分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已經司法機關確定,是合法的,啟得不動場的一個過程的話,我們認為 國民黨的團隊,他仍然針對這一點,來對獲選人毀謗 所以獲選人最主要是針對這一點,今天提出的告訴 那我們再呼籲,我們今天提出的是,加重毀謗的告訴 那如果,那個國民黨他所受制的,那個大型的廣告,仍然機器存在 等到,立委登記以後的話,他會變成,違反選拔法的,使人不當選對 那我再說下來,國民黨要別人命,國雄這麼大的溫號,標示什麼 標示他就,沒那個嘛,沒數字,說好笑 國民黨這關,叫小到老的啦,要說就沒這麼說 所以對國民黨這關偶旨的作法,我們不然要牽涉 現在要用選票來特棄他們 那國民黨呢,是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這個宜然先議會黨團,國民黨宜然先議會黨團 那麼用這樣子的這個定連廣告,說陳俊你貪污 然後打了一個小小的問號又說你認為是不是 那麼這個,他是心虛 連他們貼這個廣告都知道這不會貪污,夠不成貪污 但是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他就是要詐騙選民的選票 所以這樣的詐騙集團,事實上是要下架的 國民黨是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從這個行為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是要下架國民黨 所以今天呢,特別對一旦先議會黨團 國民黨一旦先議會黨團的林一剛書記長提告 那麼是要勸他,那麼適可而止 政院議員 主任ри人 以免 Paw cu